那么共和党议员预备发起决议 来谴责拜登 说你们太晚了 太晚极落 而且说你试图掩盖这个事情 另外是说你这样 让台湾 日本伙伴信心都没有了 那么慢 这高空飘那么久 你都搞不清楚 德国的媒体说 这表示中国能够随时 闯入美国的领空 这是对侦查气球 是中国对美国发出政治讯号 不要以为你守得很紧 神不知鬼不觉 我随时都可以出入自如 俄国官媒大大的战场 说老共太厉害了 说你看中方气球飞越美国 把美国弄得天翻地覆 的确美国这一个礼拜 都在搞这个Bloom 这个气球天翻地覆 大家也看到了 大陆说布林肯推迟 大陆说布林肯什么时候 需要来访问 可是刚才也看到 他们其实之前说是欢迎的 而且说希望能够改善中美关系 事实上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他先说没有 谁叫你来访问 你根本没有说要来访问 我们根本没有发布这个新闻 另外美国国防部官员说 中国的侦查气球遍布五大洲 数量可以组成一个舰队 就是好几个不少气球 证明点说台湾上空出现过两次 所以你看这个气球出现很久了 存在已久 气象局同在两年前也拍过 在那之前 其他地方也有记录很多年了 这是2021年9月27号 他说你看月亮旁边的亮点 反射角度刚刚好 肉眼看比月亮还耀眼 说这是这张照片到底是哪一个 这是月亮还是这个 反正一个月亮 一个亮只有两个 反正就是他有拍照 那个比较像亲戚 但是月亮也长这样 他反正意思就是说 拍过在台湾拍过 外交部也回应了 外交部说老共是侵犯 他国的领空其主权 不应鉴容于文明社会 而且应该立刻停止 另外美国也探寻日本 要射中程飞弹 因为美国现在缺中程飞弹 在这一带 因为他们当时有签一个禁止 中程飞弹的扩散的协议 所以没有做 中程飞弹远程太远了 近程太近的中程 对他们现在刚好可以打 中国大陆 但是现在没有 说希望日本 我在你那边射好了 射个中程飞弹 日本到底同不同意 还有就是浅舰的问题 我们等一我们先看一下 空中怎么又有白色圆形物体 而且这里不是美国 而是中美洲国家 哥斯大利家 这段画面是一名律师 在2号拍到的 画面中看到的气球 跟美国才刚击落的 大陆间谍气球 十分相似 哥伦比亚军方也释出照片 初步研判跟哥斯大利家 是同一颗气球 只是他们无法确认 这颗气球是否来自中国大陆 尽管北京坚称 这是气象科学使用的明优气球 只是越来越多国家 发现气球踪击 也让美国人无法相信 这样的说法 而且北京在过去几年 接连被美国揭发间谍行为 像是这座植物园的高塔 因为距离美国国会大厦只有三公里远 被认为是大陆勤搜的最完美地点 此外在北达科达州的格兰福克空居基地附近 中资也计划建立玉米加工厂 最近因为国安疑虑被美国政府喊咖 接连的间谍行为更加深美国人的怀疑 尽管如此 还是有美国专家认为 气球应该不是特地票来侦查的 因为北京实在没有必要用气球激怒美国 好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国照的潜舰要下水 下水之前编了3000亿的预算 一倍盖舰第二艘到第八艘潜舰 你第一艘怎么让它下水以后看试验 它这个试验是要路上试验 岸边试验 水下试验 路上可能一些通讯器材 或各种方式 先路上看怎么样 然后在岸边 然后在岸 因为发生事情 在岸边别容易救 不要令你补救 人员的安全都不要容易 都没问题了 再到深水里面去潜下去 因为水的压力很大 海水压力更大 如果你潜舰你的焊接 什么不够好的话 可能会漏水都很麻烦的 所以基本上都要有这样的过程 我们没有 我们现在急急忙忙赶着 说赶快让这个舰能够下水 但他们所谓的下水 我看媒体是说并不真的下水 在路上把那个船段组好 因为船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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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焊接好 就算是下水了 然后就开始编2到7年 未来20年的预算3000亿 这很奇怪 你是一次做7艘吗 不是 潜水底 你是一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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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你那么急干嘛 把所有钱都花下去 万一5年 10年以后 整个战略改变了 科技改变 你还继续这样搞吗 这个就很奇怪了 你不是买F16 买F16没办法 66加我必须一次下订单 然后可能分3 4年交货 那不是一架一架做给你 是一次可能一批一批一交给你 为什么潜舰是这样 所以就被认为 说这很奇怪 国防部现在改口了 被批评有说国造潜舰原型舰 完成测评再下量产决策 早上看到下去还不是 但是国防部在干什么 到底是怎样 所以专家有不同的意见 说没有这样干的 然后再一下把预算都编好 所以被认为说 是独揽国防资源的分配 是不是蔡英文要认几结束之前 赶快先想办法去 把预算编出来 把这个资源通通 这个资源的垄断 之间就可能有人谋不张 有四项受受的情况 这么哪些人急着 要获得这个订单 先把钱赚到口袋里面去 到底是不是这样 来 永平 说实在的 像我们这种经历过陈水扁 那个快要下任 跛脚的那一两年的 当时我也正在做 立法委员的人来说 看到这种事情 真的都觉得好敏感 一个已经跛脚 然后即将要卸任的总统 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主张 把他的这个所谓的 三军统帅 国防外交的权限扩张 然后扩张到 他要把很多年的钱 在他残余很少的任期之内 把他编列出来 这个当然会引人侧目 陈水扁要下台之前 大家还记得那个达政案吧 那个时候 第一个那时候陈水扁的贪腐案 已经每天我们都在节目中 在检讨无熟真的发票了 那个国务机要废了 结果竟然陈水扁在那个时候 还也要搞一个几千亿的这个达政案 简直把大家给吓坏了说 那你到底是要干嘛 你到底是为什么 结果许多的争议之后 那我们就讲 达政案的后果是什么呢 当然是不了了之 不可能 因为你再怎么阿把 也不可能硬推这种案子 再怎么野蛮 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案子 那一样的道理 蔡英文 不管她今天是不是这样认知 民进党的人愿不愿意承认 蔡英文现在就是跛脚 你看她这一次 叫陈建仁组阁的过程 多么令人难堪 整个出来 有没有任何一个 大家觉得说是亮点 很棒拍拍手 得到的全部是基潮 全部是讽刺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要替未来的总统 未来的总统 不管她是什么党 你现任的总统 已经剩下任期这么少 而且你现在很不得民心 大家已经在前一次的选举中 用选票否定你的 过去的很多的作为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替未来的总统 跟行政团队做那么久的决定 难怪国防部今天要改口 我觉得国防部这样的改口 才是正确决定 否则会非常非常的难堪 不过国防部的改口 我觉得也不见得是真的改口 他只需要讲一讲 达政案是什么意思 就是陈水本要结束的时候 民进党几个人 他们搞了一个要达政公司 预备将来所有的军事采购 透过这个公司去采购 另外还不止这个 这些武器买过来以后的补给 以后的维护 就由这个公司来做 那是多 我们一年国防预算是几千亿 特别预算又加上几千亿 多庞大的一个预算 可以这样子 就是我就算下台 不管你下次是谁 下次重视是民进党执政 我这个公司 要独揽军火的生意 军火生意是多大的生意 更何况大家不要忘了 浅见连海军都有两派意见 海军不是都赞成 万岁做浅见 不是 海军有一派是反浅见的 花那么多钱搞浅见 干什么搞那几周 有一派是做浅见的 现在做浅见是得势的 但你怎么知道 将来还是浅见派 搞不好是非浅见派 所以现在赶快把预算给你编好 八艘预算一起下 可以这样子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是 幸福的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